台北101等座林鸿鸣遭到检调查出 他涉嫌以买空卖空的方式炒作土地获利 套利至少有6亿元 检调发动了两波的搜索 在昨天在证据明确的情况之下 当平将林鸿鸣改列被告 林鸿鸣遭到收押禁件 而这消息也震惊了上街 但在衬衫的101等座林鸿鸣 和偷拍光碟案的男主角李宗瑞靠在一起 狼狈走上球车 在外人眼中林鸿鸣形象清新 是个很有能力的企业家 他出身不凡是三重邦 也就是林家财团的第二代 父亲是红国事业的创办人林玉琪 母亲是前大城报的董事长林谢罕见 2008年台北101人事紧锋之际 林鸿鸣接替陈敏勋成为董事长 一年的业绩成长应该是30%左右 台北101在林鸿鸣的带领之下转亏为盈 各大国际品牌陆续进驻 但检调却发现 13年前林鸿鸣涉嫌勾结股票上市公司金上昌 把淡水80笔的土地向中联信托值押贷款 结果这些土地成为不良债权之后 再成立人头公司以低价买回套利至少6亿 建交易法上知 财报不实以及背信等罪嫌重大 检调指出林鸿鸣以买空卖空的手法炒作 疑似把钱转到香港洗钱 整个交易的过程堪称是一场完美的预谋 检调先受押金上昌公司的总经理和财务长之后 再传讯林鸿鸣 经过一个晚上当庭将他列为被告 明天我们还是会正常主期的举行我们临时的股东会 董作遭受押 台北101表示不影响运作 但林鸿鸣在商界分量非同小可 整件案子确实震惊商界 会计划